大家好,我是第三世界的陈Cindy 欢迎收看我们第三世界第103期节目 最近有网友和我联系说 Cindy,我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买自助房呢? 因为他有听别人说 自助房不是自残,而是负债 还有人说自助房不是自残,它是消费 所以这位网友就很纠结 该不该买自助房呢? 所以他就跟我联系 那咱们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 那这位网友就说了呀 他之所以听别人说 自助房不是资产 是负债,是因为什么? 因为这位网友说呢 因为自助房没有现金流 它没有cash flow 因为没有现金流 所以呢,它是负债 嗯,I wonder 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哑然失笑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看这个问题实在太片面了 完全不懂房产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表面上看 自助房是没有cash flow 没有现金流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没有自助房 你是不是得租房啊? 那你有什么? cash outflow 租金出去了 那租金付出去了 那是消费呀 而是如果你要是 虽然说自助房它没有现金流 但是你想想看 你付的每个月付的按揭 是不是每个月都要付本金加利息呀 那其中的本金是什么呢? 本金就是帮你pay down的principal 帮你什么? 帮你存钱 也许你的自助房是一个 是一个什么像是储蓄罐 piggy bank 帮你再存钱 每个月都在帮你存呀 所以说 虽然说你的那个什么 你没有现金流进来 但是你的钱是通过本金而存起来了 它是什么? 其实有变相的现金流 而这个cash flow是隐性的cash flow 它是通过pay down的principal 而cash flow进来了 存在你的房产里面 anyway 咱们再看下一个 就是说 进一步渗入就说 为什么说那个正向现金流 和负向现金流 是这样看呢 是这样理解 玫瑰去俗话说 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earned 也就是 省下来的钱呢 就是赚钱 那咱们看看现在的租金是多少 像在纽约 3780再次一室一厅 一室一厅 就3780将近4000 我记得当年我在纽约曼哈顿住的时候 那时候是2000多 现在已经变成将近4000了 double了 那这个真的是涨得很快 新的 Zersey city在New Jersey是3180 在San Francisco是3000美金 这些都是上了3000美金一个月的 一房一厅的租金 这是什么cash flow 你付租金 那是cash outflow 那是消费 你自住房你虽然不付 你不用付租金 而是呢 你什么 你是pay down principle 你是有隐形的现金流进来 是通过pay down principle 进入你的房产 作为储蓄罐存钱 所以呢 从这一点来看 自住房它不是负债 而是资产 那咱们接着往下聊 因为还有其他的福利 自住房的福利 你可能还不知道 第二个呢 是什么 自住房它不仅仅是资产 可以帮你带来隐形的现金流 同时呢 它还可以hedge against inflation 可以抵御通胀 你想想看去年7月份 6月份7月份 通胀达到了最高值 今年来的高值是9.1% 然后通过联储局不断的打压通胀 最近的数据 也就是5月份的数据 出来报告说 通胀已经下降到了4% 那4%离联储局的目标 2%还有一点点距离 虽然说距离不是那么远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4%已经接近了 接近了正常的通胀率了 通胀来说是2%到3% 所以4%是比较接近 average或者是比较normal的 inflation rate 那你想想看 那这个自住房 怎么能够帮你抵御通胀呢 咱们看数据 数据是最好的什么证据 那你看这个图表 这个信息图表告诉你的 这个是房产 也就是property 它的那个中值 它是从1963年到 今年2023年 这么长的时间 这个区间内 它的房价增长了多少 1963年买一套房 只要17000多 不到18000 而去年的峰值 咱们记得知道 去年的峰值 6月份房产价格达到了多少 48万多 那今年回落了 降到了吧 43万 不到44万 43万多 你就可想 即便是用今年的数据 43万跟1963年 18不到17000多 那个房产中值来相比 你能告诉我 它不帮助你抵御通胀吗 我绝对不相信 好 这刚刚你跟你说的是什么 房价 咱们再从这个什么 房产的年化增值率来看 全美的平均的年化增值率是 4.59% 也就是不到5% 那是在过去的31年中 而在过去的39年中 我们加州的房产增值年化率是 6.77% 将近7% 如果按照31年算 超过了7% 也就是说 加州的房产增值年化率 远远超过了美国的 平均的年化增值率 你想7%多和5%都不到 right in my opinion that's a lot right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看 房产它是什么 它是资产 在我讲下一个point之前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新频道 我们在有关频道 只有两个频道 现在你看到这个频道 是我们的主频道 我们另外新开了一个副频道 因为我们有很多房产知识呢 在这个短短的十几分钟里面 肯定讲不完 所以在我们的其他频道 上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 关于地产知识的分享 有客人呢 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再去看一看 就去说房产 制作房是不是资产 那第3个point 就是说 房产它 你制作的房产 它里面是什么 它是有按揭 dead 也就是说贷款 是不是 那你现在 比如说你今天去贷款买房 你用的这个贷款的这个钱啊 这个money 它是today's dollar 是今天的money value 今天的这个钱的价值 但是你刚才 咱们不说的通胀吗 那随着通胀 inflation over the years 那你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负债 是不是缩水了 那你的负债是缩水了 而是你用将来的钱 来付今天的负债 缩水了的负债 那你想想看 who is the winner 谁是赢家呢 你自己评评 仔细评评 话不多说 你自己想想 接下来 第四个点 就是说 为什么 自助房 是资产 你可以用自助房 作为杠杠 来帮助你 创造更多的财富 话不多说 我直接给你举例子 因为我觉得 举例子 会比讲这些 枯燥的这个 就是说概念 会比较 更加的容易去理解 假设说 你有两万美金 两万美金 你存在银行里 银行给你 2%的利息 当然不是最高 也不是最低 OK 就是相当于中值吧 现在来说 是相当于平均的 2% 那一年以后 你的利息收入是多少 400美金 咱们用同样的 两万美金 作为什么 作为投资 而instead put in the bank 不存在银行里面了 这一次 咱们是不是用 两万美金 作为首款 来买一个 20万的房产 10%的 那个down payment 也是10%的首款 也就是两万美金 买个20万的房产 那一年以后 那你会有多少回报率呢 咱们先看一看 按照美国平均的 房产年化增值率 5%来算 那你一年以后 你是不是有 一万美金的增值呢 增长呢 也就是你的利息 不能说利息 appreciation应该说 那你增值10万 不 sorry 一万 那一万和400相比 那你是多少倍啊 25倍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是 不把两万美金 存在银行 而是投资房产 一年以后 你有超出你400美金 也就是利息的 25倍的回报 那咱们按照 加州的房产的年化 增值率来算 7% 还算是保守的数据了 7%来算 那是14000的 那个回报啊 14000回报 是你400美金的 利息回报多少倍呢 那是35倍 那5%是25倍 25倍和35倍 按照这个来算的话 你还愿意去把钱 放在银行里吗 你放在银行里是废纸啊 说实在 真的赚不了多少钱 是吧 所以说 自助房是资产 那咱们接着说 接着聊 下一个福利呢 就是自助房的福利是什么呢 是它可以帮助你 免增 免交或者减少资本利的税 capital gain tax exemption 如果你在你的房产 自助房里面 在过去的5年 住满了2年 那你如果是单身的话 你有25万的 就是免税额 如果你是夫妻的话 你有50万的免税额 咱们举个实例 举个例子来说吧 比如说你买了个房产 50万 那入完年以后 A年以后呢 你把它卖 100万卖出去 我这是用数字来表达 就稍微夸张一点 就是为了表现 表达这个点 make the point 那你100万卖出去 那你是不是资本利得 有50万的资本利得 如果你是夫妻双方 在这房产里面 过去5年住了满了两年 那你这50万 扑 抵消了 也就是你一分钱资本利的税 都不用付 这种福利 打的灯笼都难找 你为什么不用啊 而且这种福利的话是什么 你如果不用的话 过去作废啊 Hello 免费的钱你不要吗 I don't think so 然后接下来的跟大家分享 是我们的自媒体平台 我们有比如说 抖音啊 小红书啊 还有TikTok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做的信号 上面呢 有很多的房产词试 应有尽有 所以呢 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自媒体上面 查看 你可以查身体 成身体 几产世界 或者直接扫码 那我们接着往下聊 那就第六点 就是自住房的福利在哪里呢 是房主 你作为房主 可以享受的税务抵扣 减免 那你有哪些税务抵扣呢 有些税务抵扣 可以帮你降低你的Taxful Income 你的应税收入 首先是你什么 贷款利息 可以抵扣税务 第二呢 是你作为业主 你的什么 房产保险 当然房产保险 不是所有的房产保险 都可以抵扣税务 你必须说是说你在你的自住房里面 比如说做个小本生意啊 或者呢是出租啊 这样你都可以什么 抵扣你的 就是房产保险 还有就是什么 房产 税务 也就是Property Tax 你也可以抵扣税务 当然这个你要跟你的税务师去聊了 我不是税务师 还有一个就是Home Equity Loan Home Equity 如果你通过你的房产禁止来贷款 那你这个房产禁止贷款 就是Home Equity Loan 你是可以什么 你是抵扣税务的 当然具体你要跟你的税务 去撕去聊 接着往下聊 自住房的第七点福利 是现金价值和房产禁止贷款 刚才我们提到 它不仅可以抵扣税务 而且呢 它的负担性更强 为什么说Home Equity Loan 和Home Equity Live Credit 它的负担性更强了 因为它利息更低 如果是要是你可以打电话 问问你的贷款 你的那个信用卡公司 或者是你对你的信用卡的账单 比较熟的话 你应该记得 信用卡公司送你的利息是至少15% 或者是接近14.199% 或者是24.55% 24.88% 所以它给你收的利息是非常高的 而你的用那个什么 房产禁止贷款 来 比如说作为资金周转的话 完全低于 远远的低于你的信用卡贷款 也就是说你可以 如果你的确是有很多信用卡贷款的话 这个债务 你可以用你什么 你可以用你现金值 那个房产现金值来作为什么 来作为一个就是资金周转 那个什么 就是capital flow 来帮你付掉你的那些 更高利息的贷款 或者是债务 所以呢 它是它的可负担性非常强 而且呢 这个某些情况下 还是可以抵抗税务的 它提供了你很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 所以在这一点来说的话 你是不是认为房产是资产呢 为什么 如果自助方不是资产 你怎么能够拿出现金值呢 那咱们接着就往下聊 第八点 为什么自助方是资产 而不是负债或者是消费呢 因为什么 因为你有自助房 你有钱买不到的安心和稳定啊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是没有自助房 你得租房 你的老搬家呀 是吧 因为要不然这个房租给你涨得很高 或者是说房租要卖房了 你不得不搬呀 那个时候你就急啊 你想想看 那这招心啊 你得去租租的房 那租房那还得去找 还得进 像我最近帮我几个客户 在出租他们的投资房 那我们说的application 那是 就是漫天啊 哇那收了好多好多 就是 就是 雪峰似的传过来 很多啊 为什么就是这个 很多人买不起房 就只能租房 大家都竞争啊 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这个可租房也很少啊 也不是那么多 所以说大家都是真的 头破血流 那这个是钱买不到的安心 什么呢 是每个月的按揭 你是固定的 而你那个租金是不稳定的 而且还不一定 不仅是租金不稳定 它可以上下跳动 同时的话 你这个房产 这个租房 租的出租房也不稳定 它可以随时被房主要卖掉啊 你就看这个线形图 黄色的线什么 是租金的同比率 红色的线是它的环比率 你看每个月 它的跳动性 上上下下浮动性 多频繁 那你每年的浮动性有多高 最高的时候达到将近接近18% 也就是租金可以最高涨了18% 虽然说近年 去年到现在有点下回落了 但是也是挺高的 也不便宜啊 租金是吧 咱们之前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那个现在租金 纽约的话 一个一房一天 就要将近4000美金一个月 我的天哪 My God That's a lot of money 就是你是丢到水里 听个水声 那最后呢 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自住房是资产 它不是负债 也不是消费 因为呢 你买房自住 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 都是投资 租房呢 才是消费 你是什么 因为你是现金 cash outflow 因为租房的钱是一定是付出去 而回不来了 所以是消费 是consumption 而买房的钱 在房子售出以后 又返回来了 所以是投资 为什么买房子在出售以后 会返回来呢 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跟大家分析了 你每个月付的案件里面呢 有本金的还款 本金房款就是帮你什么 存钱 然后卖房呢 有盈余 那是投资成功 如果卖房有亏损呢 那是投资失败 那就是买房买的不对 所以在哪里买房吗 哪一种房一定要跟有经验的 专业的地产经济去帮你买 帮你投资 这样的话 你才不会有投资失败 或者是减少你投资失败的贷率 然后投资房产呢 就像投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你不卖 你就没有realize the loss 或者realize the gain 也就是说你没有实现 确实的实现 你的亏损或者是盈余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不卖房 你就不会产生这个什么 亏损或者什么 别人说 哎呀我的房价掉了 怎么怎么样 着心啊睡不着觉 有必要吗 You're not selling your house 你没有卖房 你就没有realize the loss 只要你持有的时间够长 腾产是一直是往上上涨的 OK 一直是往上涨的 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说 你一定要在低的时候 你干嘛要卖 你除非是迫不得已 你要卖 一般情况下 Why OK 还有人说 我买了房 五年以后就亏了 有博主既然说 如果你买了房以后 五年卖 亏了钱 那怎么办 我的天啊 那这位博主呢 确实那是不懂房产 我只能这么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房产周期就是八年到十年 它是长线投资 Hello It's a long-term investment It's not short-term investment 如果你要去做flipping 或者是干嘛 那是另当别墅 那是投资 那你的风险 你是speculating 你是什么 你是投机啊 那那个我不建议 特别是不能拿自主房去投机 OK 所以自主房它是长线投资 It's not short-term investment It's long-term investment 所以有人跟你说是五年以后卖房你亏 或者一年以后卖房亏钱 那是你当接班侠 那种说法完全是无极资产 是谬论 因为什么 因为房产它本质就是长线投资 OK 总之呢 所有的房产包括自主房 都是带有投资和金融属性的资产 为什么它是带有投资和金融属性呢 投资刚才已经跟你说了 金融属性是什么 因为你可以用里面的现金值 可以去做什么 可以去借款 或者是把它作为revolving credit 就像信用卡一样 所以它是带有金融属性 也有投资属性的资产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这个话 就聊到了这 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是我们公司的网站 是signitionrealty.com 那在这上面呢 你可以找到和MLS同步的 实时房源搜索 非常精准 它的精准度 远远超过了Redfin Zillow Chulia 各种的房产网站 因为它是跟MLS直接挂钩 每25分钟的话 它就自动的update一次 而且在我们的网站上呢 有非常comprehensive的那些feature 首先呢 可以帮你去计算 你的贷款额 会多少 你每个月 要付多少按揭 还有什么给你房产 评估报告 同时呢 还有很多的 近期的房产的资讯 还有新闻 这个就是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这上面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放多少收款 多少利息 你每个月的按揭多少 那左边呢 告诉你 如果你把你的房产 输入进去 然后呢 给我们你的 你的邮箱地址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的房产 大概现在按照 CMA来说的 无多少钱 千万不要相信 Zello和Chuli啊 或者是Redfin上面给你的评估 OK 那是大数据 它的误差率非常非常高 那是absolutely nonsense OK 我们专业人士是不用这些房产 网站 因为它是广告网站 它的那些 所谓的估值 Z estimate 或者是Redfin的房产 Housing estimate Value is Gens 5K Gens 非常有误导性的 OK 那最后的最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一周的 就是房产 新上市房源 这个呢 是我在Arcadia 一个新上市的listing 它呢 是在Arcadia的 非常非常好的 环境的社区 它呢 是六间卧室 五间浴室 它的居住面积 是将近5300平次 它的地有将近一个英亩 非常大 里面你看 这是度假式的那种 房产 因为它里面有游泳池啊 然后还有网球场啊 然后还有这些什么 就是各种的娱乐设施 所以说这个房产呢 是真的是 物有超值啊 它才要价是400 应该是400 420万不到 它还有自己的 私人的private gate 私密性非常强 非常的private 那最后要跟大家说的 支持就是力量 信息就是财富 我是第三世界陈生的 我们下期再会 另外千万别忘了 给我们点赞加关注 同时呢 再加一个小铃铛 这样你可以随时收到我们的跟屏通知了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